随着本周特朗普政府与拜登团队全力交接工作的启动 不难预见几十天后的特朗普将会卸任总统 回归到普通平民的队伍中来 特朗普因为美国总统的身份而享有司法特权 不论是刑事或民事案件都得以豁免 但当他恢复普通人身份后 是否会有官司缠身呢 如果有 他将会收到哪些起诉书呢 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美国联邦和纽约州前任检察官阿龙索曾公开表示 一旦特朗普卸任总统 就没有了总统权利的保护伞 现在已经有许多诉讼律师和检察官 在一旁虎视眈眈 伺机而动 准备把特朗普告到法庭上 官司一 AV女优和封口费 成人影片女星丹尼尔斯和花花公子模特 迈克杜格尔宣称与特朗普发生性关系 并收到特朗普支付的封口费 要他们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闭嘴 这起封口费的丑闻到了2018年就封不住了 他们两人的爆料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投下震撼蛋 为刑事调查点燃隐性 调查的焦点在于是否违反联邦或国家法律 以及特朗普前任私人律师科恩居中担任的角色 科恩后来承认金首相这两名女性付款 这笔款项被认为违反竞选经费相关法律 2018年科恩被判刑三年 但是案子还没结束 关于这笔款项还有第二起刑事调查 仍在进行中 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范斯 正在调查特朗普集团就这笔款项伪造商业记录 但目前不清楚调查进展 如果伪造商业记录的目的是隐瞒其他罪行 例如税务欺诈 那么就属于重罪 官司二 税务和银行欺诈 特朗普集团的律师指控纽约地方检察官范斯 对特朗普的调查是政治刺杀 范斯向法庭提出要求 调阅特朗普的财务资料 包括过去八年以来的税务申报单 特朗普试图阻止法庭允许范斯的要求 并表示这是政治骚扰 去年十月 联邦申诉法庭驳回特朗普的请求 这意味着 范斯就快要取得特朗普的税务申报单 但是 特朗普预料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如果范斯最终获得特朗普过去八年的税务申报单 也不见得就会对特朗普提起刑事起诉 还要看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特朗普真的敢保证 自己过去八年从来没有过税务违规的行为吗 官司三 房地产欺诈调查 纽约州检察官詹姆斯 就像是特朗普背上的另一根刺 从2019年3月起 他就开始调查特朗普集团 是否涉及房地产欺诈罪行 这期调查的起因还是在于特朗普前任私人律师科恩 2019年2月 科恩对国会表示 特朗普服报名下资产价值已获取贷款资金 但却又虚报资产资金已降低税额 詹姆斯以科恩的发言为根据展开调查 特朗普的儿子 特朗普集团副主席爱里克 特朗普指控詹姆斯进行政治仇杀 但还是同意他的要求 去年10月的时候出席了一场听证会 类似的民事调查最终可能已罚款结案 但如果调查到违法的证据 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刑事调查 官司4 政治仇庸指控 美国宪法规定 所有联邦官员包括总统在内 都必须取得国会的同意 才能接受任何外国的利益或好处 已经有三起不同的民事诉讼 指控特朗普没有取得国会的同意 其中一个涉及外国官员 在华盛顿特区的特朗普国际酒店举办宴会 特朗普对此嗤之以鼻 表示其他的总统在任期间也赚外国钱 美国宪法专家特里表示 这条古老的法律条文 可能不太会导致任何刑事诉讼 特朗普卸任后 相关案件就只剩下宪法学术讨论的价值 官司5 性侵或强奸指控 特朗普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 相关指控发生在过去数十年期间 特朗普否认所有指控为假新闻 政治抹黑和阴谋论 许多指控者在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出面指控 特朗普扬言要对每一个指控者提起诉讼 但是后来不了了之 反而是其中有两名女性就特朗普指她们为骗子 而对特朗普提出诽谤诉讼 艾利时尚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就是其中之一 他指控特朗普在1990年代 在曼哈顿一家高档百货公司的事宜间强奸她 特朗普对此否认 如果案件得以继续进展下去 卡罗尔的律师可能会要求取得特朗普的DNA证据 以证明卡罗尔所说的强奸指控是否为实 官司6 特朗普家族指控 除了上述外界对特朗普的指控之外 他另外还受到家族内部成员对他的指控 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说 诈欺不仅是家族生意 而且是种生活方式 玛丽·特朗普最近出版回忆录 里面描述特朗普是威胁每个美国人生活的自恋狂 他的家族爆料含有一般外人无法得知的非常隐私的内容 同时他也对特朗普提出法律诉讼 他指控特朗普和另外两位叔叔在遗产继承上面欺骗他 施压他放弃对家族生意的股权 玛丽·特朗普诉讼的求偿金额至少有50万美元 特朗普尚未对诉讼作出回应 如果法庭要求调阅文件或出庭作证 特朗普就不能再以总统职务作为拒绝的理由 好了 以上就是特朗普卸任后或许要面临的种种法律起诉 不管他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 但是这些接踵而至的起诉 恐怕都够他忙上一阵子的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